1945年8月30日中午14时05分 在日本神奈川县后木海军机场 盟军最高司令迈克阿瑟重做C-54运输机抵达 打开舱门的那一刻 迈克阿瑟叼着烟斗 以一种军灵天下的姿态出现在了人们面前 从这一刻起 在接下来的五年半 两千多天的时间里 日本完全在迈克阿瑟率领的盟军军人的统治之下 当时的迈克阿瑟手握日本人生杀与夺的大权 完全有资格在日本人面前炫耀自己 在后木机场 美国第八集团军司令沃顿哈里斯沃克中将 走上前欢迎迈克阿瑟的到达 迈克阿瑟能够这样从容的精灵日本 是因为之前美军作战部队 以实战强坛登陆的方式掀起抵达 确保日本是真正的投降 美军第一支抵达日本本土的海军部队 是1945年8月29日抵达东京湾的第31机动部队 8月30日上午9时30分 美国海军陆战队使用登陆艇 开始在横须赫上岸 当时美军猜测可能会由日军进行顽抗 因此所有的部队都是以实战状态 全副武装进行的准备 当时所有的美军登陆部队接到命令 如果遇到抵抗或阻拦 割杀勿论 在迈克阿萨的飞机抵达日本神奈川县 后幕海军机场之前 8月30日一早 美军第11空降团先前队便抵达并控制了机场 随后150多架C54运输机搭载着 约1200名第8集团军官兵和他们的装备抵达 到1945年10月盟军才进驻完毕 整个日本本土都完全处于盟军的控制之下了 当时在日本的盟军总兵力达到了40万人以上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